从贾玲的热辣滚烫,看俗语中的男无性不刚,女无性不秧,老祖宗的内涵,你知多少。 最近看了贾玲的热辣滚烫,之前一直以为贾玲的贺岁片只是一部减肥的励志片,当你看完之后才会发现,这其实是一部讲述涅槃重生的片子。 中国人习惯讲涅槃重生,涅槃重生其实是一个螺旋向上的过程,或者是脱胎换骨的过程。 贾玲通过一部热辣滚烫,实现了他的人生蜕变,也诠释了什么是男无性不刚,女无性不秧,学习有价值的国学。 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肖默国学。 男无性不刚,这里的性,只性格,个性,而刚,与恨铁不成刚中的刚同意。 意思是,男性应该有坚强的品格,才能像刚斤那般刚强。 汉代,武军傅,凯则东湖雀拱,百炼金刚。 无性不刚,这里的刚,是蒸蒸如铁,刚正不阿的性格。 老祖宗认为,一个没有志向,没有骨气的男人,就如同没有锻造过的生铁,表面坚强,实则一掰就断,没有一点担当。 从观人术的角度来看。 遇到没有志向,没有担当的男人,我们一定要尽量远离,这样的男人没有血性,不能深骄。 人的性格是铸扎在骨骼和血液里的,它是我们生来的脊梁,不羁的灵魂。 男人没有刚直的性格,就像一滩软烂泥巴,扶不上墙。 男人只懂屈从,会呈墙角挨草,听风适雨,左右飘摇。 柱不硬,瞧不稳,人不狠,站不稳。 人生需要刚性,百炼才能成刚。 一块生铁需要经过千锤百炼,一个男人也需要经受风风雨雨。 有句话说得好,人的一生需要经过三次成长。 第一次是首次发现自己不是宇宙的中心的时候。 第二次是发现有些是自己无能为力的时候。 第三次是发现自己面对很多事情无能为力,但是仍要全力以赴的时候。 男人不能害怕挫折,无论在哪个年纪都要有薄一薄的勇气。 有道是大丈夫生居天地间,岂能郁郁久居人下。 谁的一生都不会平坦,真正的宁静只有在死亡那一刻才会到来。 人活着就是受苦受难的过程,只有经历过,方知知不知。 男无性不刚这句俗语,强调了性格对于男性成长和成功的重要性。 在古代社会,男性往往承载着家庭和社会的双重期望, 他们的性格和品质直接关系到家庭的兴衰和社会的进步。 男人这辈子有无建树,关键在于重不重性,所谓性不是浮于欲望上宣泄, 也不是单纯的男女情爱的肉体关系。 当时从天性中延伸出来的血气方刚之下, 它应被称为性情、狼性、秉性。 性情是男人的根骨,是灵魂的脊梁。 男人没有性情,失了骨气,就如同一棵野草,左右摇摆, 稍有风吹雨淋,就会将其掀翻。 男人,要像男人。 不要逃避,要有担当。 狼性是男人的血脉,是不折于俗世的方寸, 男人没有狼性,失了斗志,磨了锐气。 生活的一点风吹草动,就会把他压垮,让他失去方向。 真性情的男人不会被世俗打败, 任凭岁月敲打,也不会弯腰。 有性情的男人往往也更能成事。 因为在他们身上,不单有成大事的性, 还有能成事的心。 有道是,世上无男士,只怕有心人, 人心一旦稳如磐石,就难以摧毁。 男人无性,不能立。 没有性情,失了性格的男人,在这个世道上立不住的。 因此,一个具有坚毅性格和远大理想的男性, 被视为家庭的顶梁柱和国家的栋梁之才。 现代社会虽然对男性的要求有所变化, 但性格的重要性依然不减。 无论是在职场竞争,还是个人生活中, 一个具备坚毅性格的男性, 往往能够更好的应对挑战, 取得更大的成功。 同时,他们也能够赢得更多人的尊重和认可, 学习有价值的国学, 什么时候都不晚,欢迎订阅肖默国学。 女无性不秧, 这里的性同样指个性, 而秧指植物的幼苗。 整句意思就是, 女子没有个性, 就会像是稻田里的杂草一样, 得不到人们的尊重。 近些年很流行一句话, 干得好不如嫁得好,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, 这还被不少女性奉为人生信条。 可事实真的如此吗? 天道里有一句台词, 女人是逻辑思维的障碍, 是形象思维的风景。 女人的是没有逻辑的生物, 她们的思维在风花雪月的浪漫里, 在秋无草木的煽情中。 老祖宗认为, 女子无才便是德, 没有才华的女性, 德性一定是最优秀的。 德性, 就是女人的性情。 女人需要性情, 没有性情的女人就像稻田里枯萎的水稻秧苗, 奄奄一息。 不同性情的女人, 丧失了身为女性的魅力, 犹如失去主心骨一般, 软弱无能。 女性除去在体力上弱于男人, 在其他方面丝毫不比男人差。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真性情的女人, 如李清照、秦良玉、梁洪玉等人, 在封建王朝的压迫下, 她们的影响力丝毫不输于旧时代的男性。 经过不让须眉, 有性情的女人无论在哪个年代都能顶天立地。 温慧发现, 身边过得比较幸福的家庭, 很多时候这个家庭的女主人都是房梁一样的存在, 既知道心疼老公, 又会为公婆考虑, 而不是把公婆当外人, 把老公当挣钱的工具。 聪明的女人知道刚柔并济, 有性情的女人懂得软硬监视。 刚性与柔性, 任性与人性, 是作为一个女人把握一生的法宝。 无论是在哪个年纪, 有性情的女人永远都美丽。 女无性不秧这句俗语, 强调了女性在性格上的独立和自主。 在古代社会, 女性往往受到种种限制和束缚, 但那些具有独立性格的女性, 却能够在困境中展现出惊人的勇气和智慧, 她们以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女性同样可以在社会中占据一席之地。 女人这一生无非是想寻个归宿, 能够与幸福相携手, 女人的性是性格。 女人最好的性格当如水, 上山若水, 水能在舟亦能复舟。 如水的性格能够滋养万物, 和谐人际, 如水的性格也能弯能直, 屈身有度。 真正如水的性格不会过分地优柔, 而是外柔内刚。 温柔里带着锋芒, 就像水, 能做春风话语, 也能变成漫天飞雪, 给人如沐春风的暖意, 也有灵寒撂翘的刀锋。 女人不是天生的柔弱, 女人是自带锋芒的存在, 这一切都来源于女人的性格。 世上好看的女子千千万, 但是有性格和有主见的女人更让人欣赏。 常说, 女人影响一个家的三代, 女人在做女儿的时候, 就代表着家庭的家风和家教, 当女人为人妻, 为人母, 又会将骨子养出来的性格延续给下一代。 所以说, 女人无性不秧, 女人没有了性格。 就像长满杂草的的稻田一样, 会被荒废掉, 无法结出丰硕的稻谷。 扎不稳根, 余生就会漂泊, 女人想要幸福, 一切靠自己, 就要学会养成一副好性格。 欲时少抱怨, 欲人多谦和, 常开口笑一笑, 好运福气自然来, 人生的答案从来都没有定数。 如果把人生比作登山, 希望我们都可以继续努力, 最终相逢于山顶, 遇见适合自己的人, 过喜爱的人生。 在现代社会, 随着女性地位的提升, 和性别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, 越来越多的女性, 开始追求独立和自主。 她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, 在各个领域中取得了卓越的成就, 这种独立和自主的性格, 不仅让女性更加自信和坚强, 也让她们在人生的舞台上, 绽放出独特的光彩。 男无性不刚, 女无性不秧这具俗语所蕴含的性格智慧, 在现代社会中, 依然具有重要意义。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, 都应该注重培养自己的性格品质, 坚定自己的信念和追求, 只有这样, 我们才能在职场竞争中脱颖而出, 实现个人的价值和梦想。 同时,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性格的多样性和包容性。 不同的性格类型都有其独特的优势和价值, 我们应该尊重并欣赏他人的不同, 在一个多元化和包容性的社会中, 每个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和发展空间。 男无性不刚, 女无性不秧这句俗语, 不仅是对男性和女性性格的深刻洞察, 也是对生活智慧和人生哲理的独到见解。 在追求成功和幸福的道路上, 让我们铭记这句俗语所蕴含的智慧和启示, 以更加坚定的步伐走向未来。 从贾铃的热辣滚烫中, 我们看出了贾铃作为女性的任性, 但却没有看到雷家音的刚性。 重点采讯 尽聒